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声音的试播器 这个试播器的功能就是采集声音 然后把整个波形给显示出来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VS Code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命名 然后保存 第一个是导入操作声音的库 接下来导入我们要用到的一个库 叫做lumppy 然后因为我们要画图 所以导入做图的库 接下来定义我们一次操作多少个数据 然后是定义我们的数据的格式 inter8代表它有八位来储存一个数 但是它又是有正有负 所以说它的值的范围就是负的2的7次方 到正的2的7次方的这么一个范围 然后我们告诉它 告诉程序我们需要的 就是通道的数目 通道的数目呢 我们这里就用一个声道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告诉它采用率 采用率我们采用CD音质用到的采用率 这个采用率是非常高了已经 然后我们实力化音频的PureAudio这个对象 然后我们打开一个stream input等于true 它代表的是我们从麦克风收集的音频 收集数据 这里的frames per buffer 说的就是一次性我们处理多少个数据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获取数据了 我们可以不停的获取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拿一个welltrue 然后从这个流里面读取数据 指定一次读取的数目 这句话呢是防止报错的 如果不加这句的话 它这里就会运行错误 所以把这句加上之后呢 程序就会一直运行下去 因为得到的数据呢 是二进制的数据 所以我们需要用numpy 把这个二进制的数据给它转成整形 然后你还要告诉它 你每一位它占了多少 还要告诉它的数据类型 因为你用的是八位的整形 所以你要告诉它 然后我们测试一下 输出一下我们的数据 在终端里面运行python 然后加你的文件的名字 可以看到是有数据进来的 然后我们说话呢 这个数据会变化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时候要中断的话呢 就按我们的Ctrl加C 这是一个中断的信号 中断里面的 好 这就中断了 说明我们前面的是写对了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是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把这个数据拿来可视化 那我们在这里加入 做图的一些东西 添加这样一句 画一张图 然后呢 我们指定它的大小 接下来呢 我们就画一条线 横坐标是什么呢 横坐标就是 我们从0到chunk的那个数目 那么我们给它生成这个x的坐标的话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x的坐标就等于 这样子的话 x就是变成了一个一维数数 一维数数它里面存的数呢 就是0到chunk减1 从0到chunk减1 然后不长的是01234 然后不断的这样子往上加的 然后y呢 y呢 因为第一次是没有数据的 所以我们先随机生成一串数据 那我可以直接来 x呢 我们就画x 然后y的话呢 就画一串随机的数 我们采用这个numpy里面的随机 这么一个函数 然后这里你要指定有多少个数 这里指定个数呢 就是恰好和这个chunk的数目是一样的 因为一个x对应一个y 所以是这样 然后我们还可以指定一下 这条线的颜色 我们可以直接写red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yellow 这些颜色都可以 但是我们也可以写的更精准一些 用这种RGB这种格式 这个C0代表R 然后48代表G 然后51代表B 就是红绿蓝三种颜色的不同成分 那个这个呢 它是用的16镜子来表示的 然后这个颜色 大概是这样设置 然后我们把返回 把它的那条画出的那条线 用一个返回值给它得到 因为下面我们还要对它进行更新 那么其他的返回值呢 我们就不要 所以这里有一个d号 大家要记清楚 其他的就不要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设置一下 就是这个图像图片的 它的那个x的范围 通过ax.xlimit来设置 这个范围呢 就是0到 到我们的这个 x的最大值 那就是圈个键1 然后y的桌标 同样 y的那个范围 同样也给设置起来 y的范围呢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因为是int8这种类型 那么它就是从负的 2的7次方 到正的2的7次方 这么一个范围 好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个 这个ion呢 就是代表 i是代表interactive 就是说是交互模式 然后on就是交互模式 打开的意思 因为我们这里是 在不停的话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交互模式给打开 这样子才能不停地更新 我们的这个图片当中的 那条线 然后接着写 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每一次获得了数据之后 这个是我们真正的相当于是这条线 这幅图里面Y坐标的那些数据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值呢 给它放进对应的这个位置 那么 那么怎样怎样子做呢 就直接可以 因为我们这已经得到了这条线 已经返回到这条线 然后我们只需要更新它的Y值就可以 所以直接来 然后直接把这个data呢 就复制给它的Y 相当于是用这条线 完了之后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不要了 下一步呢 就是要让那个 相当于是让程序知道我们更新了Y 所以要让它更 就是让这幅图呢 然后更新一下 所以直接照着写就可以了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填上这样一句 就可以实现 稍微的停顿一下 相当于是我们才能看清楚 你可以这样理解 反正这样子的话 应该就可以实现一个 动图的这么一个效果 我们先看一下 在终端里面只需要 不停的按上 就可以回到上一条的那个命令 好 这里好像写错了 它这里提示 是figure size 我们看一看 这不是subplot stopplot 是这样 冲进来 好了 数据已经出来了 是不是还不错感觉 我们现在就是稍微把这个给它美化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 现在左右两边太宽了 所以我们可以添加 添加一个 一条其他的那个命令 我们告诉他我们的左 左边距离我们的那个边大概要有多远的距离 因为我们其实不需要那么多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设置一下 上下左右 然后是左 然后是上 头 然后是这边右边 右边相当于是设置那个边距 然后这个是距离下面有多远 不对 应该是右边的话 它这里应该是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之零 那这里的话就是零到一的这么一个范围 右边的话就应该很接近一才对 所以这里的话应该是零点九九九 比如说 然后上面也是 下面是小 然后上面应该是大 这个地方呢就应该是零点九九九 你再看一下 好现在就基本上是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其实可以不要 就上下左右的边框 然后把这个名字也可以改一下 这样的话 然后还有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些工具条 所以我们给它删掉一会儿 首先我们把下面那个工具条给它删掉 用这样的方式 好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给那个 我们这个窗口给它一个名字 给名字这样写的 plt 然后点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个名字叫 就叫个拨吧 然后是我们可以把那个 就周围的那个给它取消掉 周围的那个边框 其实就是我们的就那个座标轴给它去掉 就这样写 好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 好了 现在样子呢 就是大概是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还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 我们点这个X 发现程序没有关掉 它后台应该还是在继续运行 那么时候我们这个时候 uncount the C 它就会中转掉 但这样子的话会不是那么方便 而且有时候好像 这样还不会成功uncount the C 所以我们要做怎样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现在想要说 我们在那个面板上面按一下 那个Q 就是键板上的Q 那么就退出程序 那这个功能怎样实现呢 我们可以这样做 在我们创建好了一幅图之后呢 我们再加一句 加一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 要在这个图片上面 关联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什么呢 一旦我们按下 按键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要执行那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名字就叫unpress 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写 那么就可以在上面 把它给写上 就是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叫做unpress 其实这里这个地方 有点像是叫做 按键中断的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说程序运行得好好的 然后当你执行一个按键的 这个操作的时候呢 那么就会触发 下面的这个程序 那这个怎么做呢 那就是说 就是说如果这个按键 我们比如说按的是Q 那我们就结束程序 结束程序是怎么做的呢 是Plt 然后我们把那个图片给close掉 关掉 还有是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我们还要把这个stream 这些给停掉 那这个Plt 没关系 没毛病 然后stream stop 你看到这个stream是在这个地方 它是我们这里得到的 它不是一个全局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里 我们要给它这样子一个操作 我们要把这个stream呢 变成一个全局的 通过在这个函数的前面 写一个global 然后把它的名字写在上面 那这个和这个就是一样的了 现在 然后关掉之后呢 首先停止 就接收那个输入 然后我们把这个 直接把这条线路给它断掉 close 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P P是我们创建的这么一个对象 这个也要给它终止掉 这个呢 就是在这个Pi Audio 这个文档里面有写清楚的 所以我们就照着写就可以了 但是呢 我们发现这个stream 这个Pi也是我们这里定义的 所以我们要给它搞这个全局的 那这样是不是完了呢 那我们可以先试一下 好 我们现在程序正常运行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我们的Q 试一下 程序倒是运行的 但是这里有报一个错 它说stream closed 就说这个 就关闭了 这个是为什么会关闭的 因为它又执行了这个stream read 这个函数 因为我的stream已经关闭了 但是它现在还在read 那就做错了 所以说我们这里需要一个 类似于一个 一个标签的一个东西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有一个信号 比如说叫做end 最开始是没有停止的 给它false 一旦说 一旦说我们按了这个 就是说我们按了这个按键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的那个 就end就变成了 这个现在这里没有什么变化 那这个end呢 也要把它做成一个群居的 然后 如果一旦是end了 那么我们就不再去执行这个while里面的语句了 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个 这一端就改成这个true呢 比如说我们并且这个end呢 要等于false 就是我们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才执行这个 那这个while trueend的这个 这个永远是true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个前面这个 删掉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试一下 然后按一下q 按q的时候呢 这要注意 就是你的那个 你要让这个处于最上层 所以你要点一下 大概要点一下这个 让它处于最上层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再按q 它就正常的退出了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写完了 这里有几个地方可以修改 大家可以试着修改一下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就一次性处理多少个 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给它填成 多来几个 就一次性我们多处理几个 比如说拿一个bar 我们再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看出有什么反应了吗 又有什么变化 就说如果是bar的话 就说它一次性处理的数据就会更多 相当于是这个横左标的点数就会更多 大家明白了吗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很短短的 没有多 然后我们就实现了这么一个 比较好看的这么一个 有点像是试波器的这么一种感觉 直接通过我们的声音 然后可以把它的波形给显示出来 大家就可以拿着这个丸 比如说弹一弹吉他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吉他的波形 是长什么样子 是不是还是很有趣 或者是你可以吹口哨 吹口哨你可以吹出一个正弦波 因为我之前试过 或者是播放音乐 然后让它显示 是不是这样子的话 也是一个挺好玩的一个程序吧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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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